9. 同治皇帝的短暂一生 1861-1875 围观中国 换的姿势解读历史 大家好 我是真人 尽管清朝离我们这么近 可是竟是被歪曲得最厉害的 很多街头巷义 拜文野史 和网上那些不读书的人 或出于政治需要 炮制雷人公斗剧 陈词滥调 以讹传讹 肆意歪曲我们的历史 但要想正本清源也不难 因为有很多轻功档案 起居住留下 以及近代人的第一手观察笔记 本书作者还原了大量历史真相 非常值得我们参考 回到原书 同志第五岁开始启蒙教育 清宫对年轻的皇帝和王子的教育 有严格的规定 离开母亲 住在一个特别的地方 早上五点前洗漱 被轿子抬进书房 准备上课 当白沙宫灯绕宫墙时 故宫大部分还在沉睡 只有几个杂宫四处走动 同志老师有两宫太后任命 被宫认为具有优秀品格和学术卓越的人 课程主要以圣人书籍为主 小皇帝只是死记硬背 完全无法理解 后来他学会了写诗 还有满族 蒙古族 骑马射箭等 他厌倦了圣人书籍 老师之一翁同和几乎每天都在日记里抱怨 小皇帝早上看书没精神 阅读太之后了 写字很潦草 作文不成句子 写诗凭则颠倒 没有思路 简直无计可施 当然 小皇帝也不是一无是处 虽然他对迟花春映日 创竹叶明秋等诗词无感 但对如居民沉直的话题 他还能振笔集书 慈禧 慈安经常问同志的作业进度 当知道他见书即怕 他们很担心 眼看皇帝就要到清正的年龄了 还看不懂奏折 他们急得哭了出来 一次又一次要老师们努力 看奏折很重要 翁帝是安慰说 奏折不如圣人书难 批阅也有以下沉帮忙 慈禧还亲自试探儿子会见官员的能力 发现他说话 吐字不清难以辨认 急求老师教他说话 不再拖延 同志喜欢戏剧 这件开心的事 让翁帝是不大赞成 说得下了课就去听戏 怎么怎么的 同志不管老师怎么想 看完一出戏后 他还自己化妆给妈妈表演 慈禧不反对儿子的喜好 太监回忆说 那个时候同志竟敢跟太后上脸 据说同志会唱五声 但没嗓子 唱过白水滩 赶上没有外人 就哄太后一蜡 有一次到宁寿宫唱 黄鹤楼 同志唱赵云 太监高四唱刘备 赵云低头见主 那个高四连忙站起来说 奴才不敢 同志说 你这是唱的哪出 不许这样 重新来 逗得太后直了 同志也喜欢跳满足舞蹈 比如喜奇舞 有时兴高采烈地为妈妈跳舞 进入青春期后 同志又有了新的乐趣 一天翁帝师看到他在课堂上 和同学们玩耍 嬉笑不断 连读左传 这样一本正经的教科书 都笑个不停 翁童合称其为怪异 不笑的时候 同志表现倦怠 论诗文无精打采 看奏折精神涣散 他向老师承认 他已经好几个晚上没睡了 但不说为什么 还不让老师说出去 恐怕会传到太后的耳朵里 翁帝师一度忍不住 对着小皇帝大声训斥 但更多时候 他只能在日记里抱怨 真的不知如何是好 小皇帝的戏谑与性有关 他看上了年轻貌美的书生 王庆奇照他来做伴读 两人一起找了个机会 偷偷溜出紫禁城去寻花问柳 异姓花 同姓柳 宫中流传甚广 太监引导红男绿女进宫 供皇上娱乐 或者引导皇上出宫威服游玩 这里本书作者疯狂暗示 小皇帝本人是个双姓恋 当同志肆无忌惮地享受着年轻人的幸福 朝廷正忙着为他选妃 1872年初 他将16岁 一个姓阿鲁特的蒙古姑娘 由皇帝本人和两宫的太后 共同指定为皇后 婚礼将在秋季举行 女孩的父亲重启 是清朝第一位蒙古族壮元 儒家知识道德深入骨髓 他亲自教育女儿 将她培养为儒家女性的楷模 荣德圣茂 端庄锦末 洞必以礼 对古典诗文她还能一目十行 最重要的是 她在家里完全服从她的父亲 婚后她避讳 无条件服从丈夫 慈安太后认为她是最佳人选 同志也看上了她 因为她要的王后只是百上 如果她被冷落 这个女孩不会抱怨 慈禧有顾虑 阿鲁特的外祖父是正亲王端华 咸丰任命的顾命八大臣之一 慈禧发动政变被勒令自杀 肃顺被斩首 是端华同父异母的弟弟 端华死后财产被没收 北京著名正王府被内务府收回 家族的男性后裔也不能继承头衔 不可能不影响阿鲁特的童年 在彬彬有礼的后面 谁知道她的脑子里想的是什么 慈禧推荐另一位候选人 原外郎奉秀的女儿 说喜欢这个女孩的资性敏慧 但最终她接受了儿子的选择 没有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她 慈禧爱儿子 她也愿意相信阿鲁特 相信她贯穿儒家道德的父亲的忠诚 选上皇后之后 慈禧将郑王府赏赐端华子孙 允许他们继承头衔 同志的婚礼像康熙的婚礼一样 直接娶皇后 康熙之后的皇帝不娶皇后 比如慈安初入宫 是妃子 后来晋升为皇后 这场婚礼被称为大婚 紫禁城用灯笼装饰 挂一个巨大的喜 新王后的家也焕然一新 门口大红柱上彩丝飘扬 从她家到故宫几公里 修复不平整的道路 撒上黄土 就像皇帝走过的玉道 婚礼前一周 每天早上 身穿白花红衫的搬运工 带着一个大衣橱和一个小玉盘 沿着这条路 走秀式的把新娘的嫁妆搬到了新家 从实用的洗脸盆 嫁到精美的艺术品 黄色内衣覆盖的桌子上 陈列着小物件 由红黄二色丝线 碾成的丝绳固定 为了一堵皇家的风采 人们早上起得很早 马路两旁人头攒动 看热闹 一天早晨 要运输的物品特别有价值 为了保险 看门人在黎明前把东西搬走了 看热闹的人白白等了很久 抱怨充满一条街 那些等待看教父训练的人也很失望 抬着新娘的人必须非常平稳 换肩时要快速流畅 让车内的人不知不觉 练工的时候 把盛满水的花瓶放在轿子里 每个人都想看到他们的技能 但抬叫人没有出现 1872年10月16日 是青天间选定的大婚日子 午夜前 明月下的阿鲁特少女 身着华丽的龙凤刺绣嫁衣 头上盖着龙凤图案的红盖头 坐上金碧辉煌的凤鱼 朝廷派来的迎亲队伍 把他从他家抬到紫禁城 空旷的道路 只是几条狗跑来跑去 守卫着马路两旁 人们必须回避 住在路边的人不准往外看 皇家大道的交叉口 由竹矿屏风 挡住行人的视线 外使馆两天前接到通知 外国人将不得不带在家里 接到通知的使馆又气又无奈 有人咆哮 如果不允许任何人看到 国家为什么要举行庆祝活动 还是有人偷偷看了准新娘的行程 英国画家威廉·辛普森就是其中之一 他和一位传教士朋友 溜进了一家路边小店 店里人在抽鸦片 懒得抬头看外国人 对外面街上发生的皇室事件 不太感兴趣 辛普森到楼上的一个房间 窗户是纸质的 戳破他 从洞里他看到下面街道上的王公贵族 在月光下骑着洁白骏马 前后是旗帜 盐棚和巨型扇子 慢慢走在一排排北京漆黑的街道里 只有手持的宫灯和悬挂的灯笼亮着 月亮躲在云层后面 似乎很不情愿地服从法令 没有欢乐的气氛 甚至惨淡 清廷认为这是庄严的 新娘阿鲁特坐在凤年 十六台大教从紫禁城南正门 也就是大清门被抬进宫 她是清朝两百年来 第一个从正门进宫的女人 因为她是嫁入宫中的王后 即使以这种身份 她只能在婚礼当天通过 不论慈禧还是慈安 我这辈子从没去过外朝 阿鲁特享受坐在轿子上的独特荣誉 一只手拿着一个苹果 进入后宫和离开轿子时 一位王子的妻子接过苹果 把他们放在新房外镶嵌宝石的两对马鞍下 两个苹果和两个马鞍 意思是平平安安 这是人民最普遍的愿望 然而即使这样的愿望也是奢侈的 新婚之夜 红洞房里有一个大自喜 同志为王后脱下面纱 开始了仪式 她请王后朗诵唐诗 看来无意兴防 在这共存的夜晚之后 同志不再和她睡觉 独居前清宫 阿鲁特皇后相信她有义务为皇帝服务 去找她行舟宫之礼 同志把她赶了回去 皇后信心作罢 识人薛福成写道 皇后信羞涩 守离法 虽然离开 但没有忘记哭口极箭一番 慈禧挑选的候选人被封为会妃 她没有资格参加婚礼 婚礼的前一天 一辆四人轿车从紫禁城的后门 神武门被抬进了后宫 她和王后以及其他三个小姐 孤独地度过或漫长或短暂的一生 1873年2月23日 同志清政 16岁的她正式登基 这样一个年轻人 拥有帝国的权力并不罕见 清朝第一 二代皇帝顺治与康熙入关后 13岁时就已上台执政 同志的清政大典 也仅限于紫禁城 百姓得知朝廷的诏书 跟最初登基一样 圣旨在天安门城楼上宣读 然后慢慢降下 由礼部撰写 传遍全国各地 因为同志可以自己用朱笔 诏书上盖的两宫太后的两枚印章 已不再使用 垂下听政的黄木卷起 慈禧和慈安回到了不允许女性干涉政治的生活 同志立志做一个勤勉的皇帝 告诉翁帝师 他会努力 如果松懈 对不起祖先 翁觉得他说话很诚恳 若果从此立志 如天之福已 差不多一年了 同志说到做到 每天早起阅读官方文件 发指示见官员 但他根本没有母亲对改革的兴趣和热情 朱笔很简短 例行公事 慈禧遵循王朝的规则 不要干涉他儿子的政府事务 走向世界与现代化的步伐 停了下来 一个例外是 西方特使最终会见了中国皇帝 递交了国书 他们不断提到这一要求 但答案总是否定的 皇帝太年轻了 王母是个女人 不能见外人 同志亲政的第二天 代表团再次联合提问 并声明 竟见不能跪下磕头 磕头与否 一直是中外关系中的一个死结 1793年 马加尔尼勋爵为了完成了英国贸易大任 在乾隆的坚持下 他勉强答应了 但是在他之后 1816年 英国第二任贸易特使阿美市德勋爵 Lord Amist 听说非得下跪 便打道回府 没有去北京 现在使团一致坚持 要进建 不要磕头 清宫的大多数官员都坚持磕头 慈禧几年前决定免去下跪 1867年 他与公亲王 曾国藩 李鸿章等几位开明政要 讨论了这个问题 他们都说 他们应该格外幽容 根据母亲的意愿 1873年6月29日 同志接见了大臣 没有让他们磕头 这是一个历史性时刻 宫使们站得笔直 脱下帽子 走向皇帝宝座的每一步 都要向他鞠躬 宫使馆馆长 宣读了贺心 宫亲王宣读了同志的达词 整个事情办小时候 就结束了 宫廷没有向全国宣布 进建过程 不想让人们注意到没有磕头 知道的人会感到不安 有人将其解释为皇帝 不得不屈服于外国人 发誓将来复仇 除了这个问题 国家行政运行平稳 中国传统的行政管理 就像一台管理良好的机器 当没有危机时 它将自动运行 操作机器的人 不需要积极主动 他们很少提出任何建议 政策完全由领导决定 慈禧充满了思想和活力 同志也需要保养机器 让他运转良好 但他厌倦了工作 高大帅气 看完 这个大孩子早上起得很晚 会面官员的人数越来越少 最后一天只见一两个人 而且每次几乎都问同一个问题 对于办公桌上的大量公文 有些他不处理 许多他没有看就批 了解意义 虽然报告中没有意义 于是所有衙门都知道 皇上没有看报告 不在乎他们做什么 于是他们自行歧视 这种情况还得了 王宫大臣们免不了心情忧郁 同志还提出要重建圆明园 他和妈妈一起去了那里居住 废墟中杂草掩藏的往日荣光 让他惨然不悦 1873年秋天他经笔书写 宣布了建设圆明园的决心 他的理由是不能让两宫太后 住在圆明园 我真的很不安 静孝道趁现在 给太后一个安享晚年的地方 他命令官员尽其所能捐赠维修 公亲王认为他是对的 任捐两万两白银 慈禧当然兴奋 回到圆明园是他的夙愿 他积极帮助筹划细节 面试经理建筑师 查看蓝图模型 甚至自己动手设计寺庙的室内装饰 工程日志有这个记录 天地一家春四卷堂装修样板 太后自画 太后亲笔手会平视如意 第二年早春项目正式启动 同志常来访 督促工匠加快步伐 同志着急项目进展 为了尽快离开故宫 生活在一个他可以自由享受的地方 他受不了紫禁城的束缚 每天日落时大门关闭 之后 就算是皇上 也不能随便出去 还没关门 就听到太监 用细长的声音喊着行话 夏经两 紧接着 红旗大门被一一锁上 故宫寂静无声 北京街头 只偶尔能听到主板打羹的声音 沿着紫禁城的城墙和城门 一根木棍在守卫的手中 无声地传递 以保持警卫 没有人打瞌睡 没有人失踪 夕阳下 同志最怕听到关门的声音 皇帝一声中 有许多组织 天不亮就得醒来 同时使官跟在后面记录言行 惹闹了他 他渴望逃到圆明园 很快 反对的声音震耳欲聋 按照中国传统 如果皇上纵情享乐 在国库空虚时 搞大基建项目 朝臣有义务及时组建 他们直言不讳地批评同志 用有限的钱粮来满足无限的奢誉 同志的叔叔纯亲王告诫他 圆明园不是游乐之地 这座废墟是激发大副祖先仇的地方 同志不理叔叔的话 户部报告国库资金不足 他看到后援折制下 他指责那些劝阻修园子的人 组阵尽孝之心 骂尚书的御史有百川 天良安在 并颁布诏书 将御史有百川免职 以警告马汉御史 以后再有尚书的 我自有惩罚 公亲王此时 看出了修缘的不妥 领贤尚书同志停工 奏章还委婉地指出了 同志的生活问题 例如 传闻皇上在宫中与太监息息 此外 还有很多讹传 和工作问题 敷衍公务 颓废之风 一天比一天大 严重到 无意言表 同志大怒 对公亲王说 你想让我把王位让给你吗 军机部部长文祥 都听哭了 气喘吁吁 几乎晕 晕厥 皇上示意扶他出去 纯亲王也哭着劝 谈到微服私行 同志质问叔叔 你在哪里听到的 纯亲王指出他去的地方 公亲王承认是自己的儿子 同志的好友 宰登 同志气得不行 指责俩说 把持朝政 他那俩书一个进客 投入捣算 也没用 同志当即守狱 谴责公亲王 跋扈弄权 欺振年幼 这隔去一切差事 降为庶人 交宗人府严办 又一道诸狱 罢免了纯亲王的职务 事情失控了 所幸 黄母在后宫 他们直接写信给慈禧 求他介入 慈禧和慈安 一起来到了朝堂之上 称怪儿子这样对公亲王 他流着泪说 没有公亲王 能有你今天吗 当他叫训他的儿子时 同志乖乖地站着听贺 黄妈妈一激动就哭了 他赶紧跪下 慈禧撤销对公亲王的所有处罚 责令停止圆明园项目 重建圆明园仍只是他的梦想 同志不愿放弃 在紫禁城外生活的努力 他的思绪转向隔壁的中南海 北海 中海 南海 他被称为西院 这里以湖水为主 没有高墙大殿 但有精美的佛教寺庙 还有一座独特的团城 就像一个点缀 住宅处于半岛塌状态 因为道光咸丰时代 充满了经济危机 无法修复 在同志的压力下 诸侯大臣同意拨款修其西院 现在开始施工 同志经常流连于此 剩下去隆冬至 他的访问次数有增无减 直到有一天 在湖上他感冒了 病倒了 根据太医院的病例 几天后的1874年12月8日 出现皮疹 太医判断是天花 诊断书和处方 由宫廷大员传阅 处方中有用于药影的秋影 据说可以把毒吸出来 太医处理天花 研习了中国传统手法 对灾祸之神只能哄着公养 不要让他们生气 希望他们会表现出怜悯 于是 宫里的人都穿上了花衣 将红丝系在胸前 宫中挂着红对联 像春联一样红 像派对一样 皇帝得了可怕的病 被说成是有天花之喜 恶心的农炮 被尊称为斗诊娘娘 供奉在大殿 翁童和日记 第九天 军机大臣被召去见皇上 他们看见慈禧和慈安 在御榻旁 拿着蜡烛 他们要求朱晨上前瞻仰 童智向外侧卧 伸手让他们看 翁童和看到花极浓 眼微露 也就是说 童智的脸上全是农包 退出后 慈禧让他们去了另一个房间 提到儿子的病一直哭 娇忧过甚 他说儿子病好后 还会听听音乐 看看戏剧 你们就不要再批评了 朱晨只有伏地磕头而已 慈禧还说 这几天皇上很着急 无法亲自阅读奏折 你们得有个主意 我应该怎么办 诸侯大臣齐声发言 请两宫的皇太后 处理国事 当诸臣们正在起草奏稿时 慈禧觉得他们提建议不合适 这有点想要求皇帝交出权力 建议应该来自同志本人 他告诉部长不要再写手稿了 慈禧去和同志谈话 同志自然没有意见 第二天 群臣又被叫来 他们面前的皇帝坐了起来 气色皆盛 虽然满脸浓包 但声音有力 皇太后也在遇踏 同志先对领班公亲王说 天下是不能一天松懈 建议请太后戴跃奏折 我痊愈后会照长青症 年轻身患重病的同志 又教训了公亲王几句话 让他服从慈禧 慈禧插话 群臣昨天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 皇上别着急 慈禧重新掌权 大臣们都松了一口气 患病16天后 同志结痂见辣 他可能会自愈 逗着娘娘从大殿庄严的台下 送出大清门外 以防万一 慈禧要求王公大臣继续穿花衣 穿了几个月 但同志地未能恢复 他的腰间红肿溃破 净流浓水 停不下来 死于1875年1月12日 他死时还不到19岁 执政不到两年 有人说慈禧杀了他 这是毫无根据的 很多人猜测 他死于梅毒 因为梅毒的症状 类似于天花 太医似乎也怀疑同志的病 与他的生活方式有关 玩伴王庆祺被革职永不续用 太监也受罚 有的从重板则 有的送黑龙江给官兵当奴隶 天花是最可能的死因 当时北京流行这种病 同志的姐姐 长公主 在他去世后不久也于2月5日死于天花 根据翁童河的日记 情况危急 他病中恍惚说父亲 找他去陪伴弟弟 选择陪伴死去的皇帝的是 阿鲁特皇后 传统尊崇的 驯服者的道德牌坊 遍布中国乡镇 阿鲁特重选皇后 就因为他是道德楷模 这一次 他并没有让大家失望 识人薛福成称 他是以身训 岁不复实 据太监说 同志去世 他的父亲重启请人给他送了一个饭盒 他打开一看 盒子是空的 他知道父亲的意思是 让他饿死 他遵守了 于当年3月27日去世 中国人说慈禧虐待儿媳 强迫阿鲁特自杀 外国人说阿鲁特怀了儿子 慈禧为了避免继承人争权而杀了他 这些说法没有事实根据 虽然皇太后 有事可能对阿鲁特很严厉 阿鲁特来自一个以自杀为 最高道德表达的家庭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时 慈禧被迫逃亡 阿鲁特家族的14名成员 全部自杀已是忠诚 同志递死后100日内 清朝的男人不准剃头 北京市禁止婚礼和其他娱乐活动 京城寺庙全敲中三万处 应该穿什么丧服 以及各种注意事项 有详细的规定 那个时代的中国 可能是世界上礼节最复杂的国家 知三千礼仪是受教育的标志 宫中四年无悦 因为为同志建造陵墓 需要四年 少帝在位太短 还没来得及思考死亡 慈禧派纯亲王和翁帝师 带一对风水大师挑选理想目的 同志巨大的子宫 先停放在皇城的一所宫殿里 官员在祭祀仪式上参拜 子宫由稀有墓材之城 图了四十九层油漆 最外层被七成金色 被佛教图案包围 内衬十三层彩断 还只有佛像和金龙 北京近郊有两座墓地 埋葬清朝皇帝和皇后 皇帝与祖父安葬在同一座陵墓 而不是父亲 咸丰葬于东陵 同志因葬西陵 但慈禧必定要和丈夫葬在一处 慈禧不想和儿子分开 因此同志也葬于东陵 诸臣明白他的心情 不反对该决定 两座墓地都很大 藏同志的清朝陵墓四面环山 东西两河环绕 南边有一个天然的谷口 被认为是难得的风水宝地 除地宫外的所有陵墓 地上还有一座 类似于故宫的宫殿 宫前有汉白玉雕花牌楼 顶上的石雕 犹如飞翔的翅膀 通往陵墓的笔直 神道看不到尽头 两边都有巨石马 石狮 石像等石兽把守 他的庄严令人难忘 同志灵前无此神道 由于缺乏资金 如果建造大道 将没有钱进口最好的木材 来建造坟墓本身 中国缺乏优质木材 优质硬木需要从海外进口 咸丰用他父亲墓地里 剩下的许多木头 来修缮坟墓 相信灵魂不死的慈禧 想让儿子住在仙灵里 所以决定牺牲神路 进口昂贵的南木 这种木材的坚硬质地 据说玉水会尘 同志冰天四年后 他的陵墓终于完工了 1879年的一天 在青天间精选的最佳时刻 他与阿鲁特王后 并肩进入地宫 棺材里的金银宝石 慈禧都是亲自安排的 葬礼规模 不亚于历代皇帝 在金王宫大臣官员 相距东陵 120公里的路上 一片高速 哀生遍野 此宫带到这里 共用一副7920人 每个班120人抬棺材 他们受过专门训练 出发前沐浴 然后穿上特制的 紫色团花麻布 一路上用黄绸白绫 搭造大棚 里面点着数百只白色蜡烛 此宫路过 方圆百里之内的官员 必须跪下迎接 虽然这一切都是祖传的 但慈禧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把每一个细节都做得完美 他爱他的儿子 许多年后 画慈禧太后肖像的 美国女画家卡尔 在同志忌日穿黑衣 卡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慈禧明白黑色是西方丧服的颜色 他看起来很感动 牵着我的手说 你是个好人 知道我的痛苦 可怜我 他一直握着我的手 眼泪落在上面 我会让你打破大 我稍等你 hoop我 我会让你给我 感谢观看